再来看局势瞩目的台AI三巨头 黄仁勋、苏之锋跟梁建后 而其中梁建后创办的美超为Supermicro 今年初股价曾经一度超越黄仁勋的NVIDIA 而美超为目前已经在桃源巴德设有科技园区 台籍的员工就多达2000多人 梁建后在接受明示新闻独家专访时刻也透露 台湾的优秀人才跟敬业的态度 施大拓展AI的首选 而他也预计在台湾再扩增一倍2000多人的就业机会 您在演讲当中有提到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要扩厂 台湾会是首选 那您现在有这个打算在台湾继续扩大 因为我们商业增加的还算好 去年年加倍 那今年应该也会不错 所以我们不断的需要更多的产能 那台湾因为这边很熟悉 而且台湾很多人才 那政府的政策也都不错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当然台湾是我们的首选 您可不可以分析一下 台湾是比较理想的地方 台湾有占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台湾的优势 我想最重要的话就是 我要讲真话吗 当然讲真话 台湾的扩厂还是低一点 那乡亲土亲 人都很好 而且很聪明 敬略态度都是全世界一流的 就像台积电那么厉害 就是台湾惨的 那如果扩厂你是继续在这个桃园 八德放大呢 还是说您可能在找新的地方 我听说好几个县市都在争取 都可以啦 但是在桃园的放大 当然是最简单最方便 那有没有考虑其他地方 缘分嘛 说不定可以考虑 我看前两天您的家乡 嘉义县 好像也排来争取您啊 嘉义 嘉义好地方啊 这个故乡啊 但是就是要各方面研究看看 那如果下一步的在台湾扩大经营 您您觉得预估可以 以这个美超围 可以为台湾带来多少的就业机会呢 我想几千人是会有啦 哇 几千人啊 对对对 您要做目前的规模多大 我们目前台湾大概有两千 两千多位员工嘛 那再增加个double 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 当然也有人在强调说 在现在全球的这个AI浪潮当中 台湾会是个核心 那所谓的这个核心 您也认同这样的话吗 我认同 那核心是指的是 我们是消费者 还是研发者 还是我们供应商 研发跟供应 尤其是系统level的研发 零件部门的研发 还有就是系统的供应 生产